在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之下 中國青年的失業危機越演越烈 許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 只好把時間拿來打電動 上星期上市的中國3A遊戲大作 黑神話悟空的銷售力道 非常的強勁 一部分就反映出了青年難以就業 留在家裡面打電動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大型網路公司 同時也是黑神話悟空開發商 股東之一的騰訊 他的營收年增率的變化 騰訊的失業有相當大一部分 跟電玩是有關的 隨著中國的失業問題 推升了電玩市場的熱度 騰訊的營收已經是連續兩季 都有著強勁的成長 今年第二季的成長率 來到了百分之八十二 第一季也有六成以上 跟過去幾季不是大幅下滑 要不然就是只有溫和成長的情況 是截然不同的 而在中國整體電玩市場方面 我旁邊的柱狀圖 是中國每年電玩支出的變化 在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二三年 這十年的時間呢 其中只有二零二二這一年 電玩支出是減少的 其他都是成長的 而最新二零二三年的電玩支出金額 來到了三千零三十億人民幣 比起二零二二年成長了 將近有百分之十四 跟二零一四年相比呢 更是增加了超過一點六倍 在成長內需低迷之下 電玩產業就成了中國少數的亮點 我們剛剛提到青年的失業問題 是中國電玩市場火熱的原因之一 那現在中國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的情況 到底有多嚴重呢 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個月都會公布 十六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 那先前因為失業問題太過嚴重了 失業率超過了兩成 中國官方曾經直接蓋牌 以數字需要優化為理由 索性就沒有公布了 直到接近了半年之後呢 失業率的數據才又重出了江湖 那這一條線就是優化之後失業率的走勢 可以看到最新七月份的數據大幅上升 來到了百分之十七點一 創下了今年以來的最高 跟六月份的時候相比呢 有將近四個百分點 主要反映的是畢業季的變化 那隨著青年的失業問題惡化 許多的年輕人只能夠在家裡面 來依賴父母 中國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爛尾娃 來形容這些求學十幾年 一畢業就失業 就像爛尾樓一樣的族群